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中午时间 今天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周三 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明确表态 说任何支持或哈马斯的恐怖分子的外国游客的签证将会被撤销 这是马约卡斯在回答卢比奥在这方面的提问的时候 他这样回答的 他认为他说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因为拥护恐怖主义的观点或支持恐怖主义观点而无法获得签证 那么如果你有签证而且你在访问期间这样做 我们函论的是前往美国的游客该签证应该被撤销 这是卢比奥先问的 然后马约卡斯在早前之前的时候 他说要查看法律 但是这次他那个马约卡斯的整个他的说同意这个看法 他说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 马约卡斯暗示他可以撤销任何可以证明支持或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外国游客的签证 这是在周三表示的 在上个礼拜之前在上周的听证会上面对霍利的语气的时候 他当时语气他是表达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需要法律解释 但我无法提供法律解释 霍利说我认为你的回答令人失望 其实上一周的回答他的意思说 这个东西不是他部长说了算 他得回去查看法律 估计这一周时间他把这法律查看完以后 他得出了正确结论 是任何在美国如果获得的签证 在美国国内如果支持恐怖主义 哈马斯无论言论等等各方面 只要是支持的证明他是支持的 将会被剥夺撤销他的外国签证 这是一个事情 这个阿尔先生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现在所有一切的一切的发生 你看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发生 就是哈马斯 我觉得就是给我们中国人一个觉醒 就是说今后中共这些 就是说以后现在所有的哈马斯 今后过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就会还成 就是说中共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 包括现在很多就是说 有一些中国中国人 他现在那个时候在奥巴马时期 还是拿着就是在奥巴马时期签的 那个十年的多次往返的那个签证 都拿着 然后现在也没有事情 然后但是等到突然的某一天 当中共被定义成非法组织或者是甚至就恐怖组织 或者是怎么样 这些签证也都会被吊销 就是说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这个是哈马斯 是只不过作为一个试点 然后作为一个典型先赶掉 因为他这个组织也不是很大 然后势力也就有限 所以说然后用这一个这一个点 来进行全面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今后还是那句话 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说的 就是说一定我自己就是说 你是真的中国人 一定要跟中共就是说 划清戒清 撇清关系 到时候不然的话 你到时候你自己倒霉 没人可以救得了你 是的 首先这个哈马斯 已经认立是恐怖组织 但是跟恐怖组织相关的 相关联的 你看这卢比奥在推动这个 卢比奥是绝对反共的 是吧 所以相关联在法律上 如何界定 如何关联起来 这说实话 这是一个法律战 这个法律战 在美国是吧 他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 而是法律 逻辑关系 得建立起来 并且是不能被推翻 不能被 是吧 中共找的律师 或者给你推翻了 咋办 是吧 所以你看 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 上一周问的时候 是吧 他就说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这不是他一个部长 可以说得了算的 是吧 部长说 我说撤销 未来撤销不了 咋办 他就算临时撤销 然后别人打官司 说你没有这个权利 国土安全部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 它是一个法律问题 但是今天 就周三的时候 这一周 他就说 这个事情确实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肯定他咨询了 他国土安全部的 司法部的 以及 以及美国 这个 这在这个权利 到底是谁拥有 你要查看各种法律 说白了 美国的法律太多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思维逻辑 思维逻辑 如果说 如果说 在法律上不具备 那就通过立法 就这么简单 实际上 他这个听证会的目的 就这意思 就你能不能撤销 国土安全部上周说 我们得去查一下 这周说 如果证明支持 或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 你看他说的话 他是 非常 非常这个严谨的 就你能够证明 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 外国游客 他就可以撤销 但是 如何证明 这就是 是吧 这就是一个比较 对这个美国来说 什么叫证明啊 他 你怎么证明啊 他或都死活不赖账 怎么办 所以这里头 说白了 就是 难度还是挺大 说实话啊 因为美国是一个啥 美国是一个 讲法律的地方 就法制是 对所谓都平等 他不是说啊 你是总统啊 就 他就有这个权利 剥夺你的这个签证 或者 这个事情 或啊 什么就随意的可以 撤销你的 最后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啊 通过这个 在法庭上 所以 来解决啊 所以啊 这个 国土安全部部长 以及 国会 在这里 探讨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就接下来 那就是 怎么证明的问题 这个证明 那你就得 又通过新的法律 如果说 以前老的法律 是吧 不够 就证明这块 很难 啊 他们肯定要商量嘛 说白了 就很多事情都这样 商量的 立法者 这就是美国的系统 你看没有 美国的系统 他要商量 哎 你证明够不够 如果不够 那就增加法律 或者是啊 在法庭上打官司 法庭上打官司 那你就要体现 国土安全部 或者美国司法部 你有没有足够好的律师 会不会被别人给 把官司赢了 美国就是这样的 他是通过法治来 健全整个系统 啊 谁都没有这个特权 和中共国家最大区别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所谓 脱亚入欧 欧洲 是吧 欧美 他的最重要的 这就是这一点 啊 架构起社会的 他是一套法律体系 不是谁个人说了算 啊 当这种法律体系 一旦健全以后 实际上 每个人都会 在这个环境里 都有机会 啊 一旦都有机会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去维系 啊 这个系统 啊 你像这哈马斯 这个 他有啥 说白了 摧毁就摧毁了 是不是 他就直接把他的 你看 说白了 以色列啊 犹太人 他就可以 他有这个摧毁 哈马斯的 啊 第一能力 第二 哈马斯他指上 他是没有架构起任何的 有法律转神的一个系统 是不是 这就是你为啥可以摧毁 啊 纳粹德国 可以摧毁 军国主义 但是啊 前苏联 什么冷战 想摧毁美国的系统 他摧毁不了 你发现没有 啊 因为美国是 他不是 说啊 代表美国是军人 代表美国是总统 代表美国是 他是一套法律系统 这套法律系统 说白了 他随时 他是很难摧毁的 啊 这个 艾尔先生 这一点再补充一下 我们再说说其他的 行 那个你刚才这样子一说啊 那个你看他说的说支持哈马斯的将会被签制撤销 他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个突破点 他先因为欧美的那个法律就是说美英的法律都是海洋法系 他都是案例法 他把这个做到了以后就是说他可以延伸 说比如说你说支持哈马斯的有谁 伊朗的会不会撤销签证 对不对 然后然后那个没收甚至以后没收资产 那么现在其实以色列攻进加沙的很多地道 现在社交媒体上面已经很多爆出来了 就是说地道里面有中共的那个派出的那个顾问 然后还有中共的一些跟中共合作的文件 对不对 这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说 你中共是不是支持哈马斯的人和组织 是不是你你但是然后你只要站在中共这一边 至少你党员 那么你也会被就是说将来会被受到各种制裁 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说先用哈马斯这一边一个案例 就就把这个案例先先把这个给坐实 然后后面再进行延伸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啊 诺美团翻译一个视频 美国马里兰州 伊玛木马哈茂德阿普杜勒哈迪 这人是在马里兰州的 讲话者是埃利科特市 马利姆伊斯兰中心和清真寺的伊玛木 就是伊斯兰领袖学院的讲师 在10月21号 他的讲话 看了吓死人 他说考虑到穆斯林的出生率 穆斯林河被压迫者最终将掌控一切 说10月7号是一次伟大胜利 就像越共的春季公事一样 最终改变整体战局 这可是在哪 这可是在美国啊 具体内容咱们不说了 放出来估计 也让人觉得恶心 很多人就不敢想象 你看美国 哈马斯直接就在美国 都可以在学校里头 穆斯林领袖学院啊 就是相当于一个宗教大学 明着支持哈马斯 这种事都有啊 你怎么看这个事啊 对美国来说 美国的系统来说啊 他这个就是在没有法律上 作为明确定理之前 你什么都能说 你看就像英国一样 那个前上个星期 10万人上 在伦敦游行 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哈马斯 有人敢 警察敢抓吗 你本事你把10万人全部抓了 他不合法嘛 对不对 但是当一旦 当初就是说 当初二战的时候 也有支持纳粹的 在美国 然后也有那个 对不对 那个纳粹党分布在美国的 那也没抓嘛 但是当法律 成刑以后 立法成刑了以后 就就分分钟解决掉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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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一直说的 那个美英的打法 是的啊 这个 所以啊 但是这些媒体 要给他爆出来 爆出来的意思就是 在美国啊 如何重新 再去把这个漏洞 给他堵上 但是因为美国现在 他有两个 第一 不能就是 反游啊 反以色列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伊斯兰恐 就是 就是 对啊 就是把这个穆斯林啊 黑化的啊 这个也是不对的啊 也是不对的 所以在这个中间 因为美国有这么多 这么多穆斯林 是不是 他们一样的 也会在相应的地方 去打这些官司 是吧 只要在一个法庭 答应了 说啊 这个属于言论自由 那 他们就可以随便说 所以在美国 这是一个啊 这是一个争夺战 所以 全世界的问题 到最后 其实 所有的 都会聚集到美国来 你像这个 这个 还有奖士 是吧 伊斯兰领袖学院的奖士 如果说啊 FBI现在抓他 对 抓他 也不能立刻让他消失啊 那他就到法庭去打官司 那最后达到最高法 最高法判下来 如果说他赢了 他说他这个叫做言论自由 是吧 宪法 约定的 哎 那以后他们就啥都可以说 如果他输了啊 是吧 所以他 这里头 你像他们肯定会 整个穆斯林世界 会集中所有的力量 去打这个官司 打这个官司啊 所以这 在美国 他其实 都是一个啊 一个 一个 在这个 前进的过程中啊 前进的过程中 最终沉淀下来的 一些文明 你怎么看 对 这个就是 首先 这个不光是言论自由 然后 这个涉及到 种族歧视和 宗教歧视的事情 就是说 在美英 我相信 就是说 种族歧视和 宗教歧视 这个是可以 美国我不知道怎么样 英国是可以入 刑事罪的 你只要能够证明 他他有歧视 对不对 包括这种言论 所以你看 就是说现在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在法律上面 你一定要 界定 因为你要有案例来进行支持 你不能够说 人家人家骂你两句什么 你就 你就直接给人扣帽子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说 就是说一定要 不光是你的司法体系要完善 然后你整个的 就是说 你司法体系的完善是要靠用案例来进行支持的 所以你看现在 现在那个国会 这个样子 听证 这个样子 做 然后包括 我相信今后穆斯林 这一方面 跟犹太人这方面 肯定也会有很多的 就是民事和刑事的 这些 类似于这些官司 甚至宪法 官司 这些都是 其实都是 为这个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 做一个支撑点 卢德 是的 就是为法律体系完善 所以 这个有些人看到 这些在穆斯林 他们在美国说这些话 这是美国 那没办法 法律 这刚出来的问题 美国还没有通过新的法律 来约束这个时候 还没有构建成 什么样的言论能说 什么样的言论不能说 这算不算恐怖主义的时候 这种言论算不算支持恐怖主义 就是这个言论算不算支持恐怖主义 因为哈马斯就是恐怖组织 你这些说话算不算支持恐怖组织 这在美国接下来估计是一个大事 都在 所以 所以 这个很多人在美国 支持中共这些 但是 但是接下来 如果说哈马斯跟美国直接开战 哈马斯就是美国的敌人 那你在美国支持敌人 那可能 那就是敌对国了 就跟二战一样 那就启动另外一个法了 是吧 启动另外一个法律了 是不是 当然这个人 这个讲是肯定 美国FBI肯定会去调查到背后 有没有接受哈马斯资金或者和恐怖组织 有没有别的联系 他不一定通过这个言论对他来进行定罪 但是可以通过别的事情 是不是 有没有秘密的 本身就是哈马斯成员 接受哈马斯的联系 这些东西他是可以的 是吧 所以啊 他最终 你要看到这些人 就像郭一样 是不是 他是中共 反情报 FBI反情报部门都在调查 反间谍嘛 他最终他不一定啊 通过反间谍这个事情来给他定罪 他给别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反间谍这是定罪难度比较大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啊 时间会跟长啊 所以呢 通过别的方式 好 这一期 这个最新的情况更新 就跟大家说的 分享到这里 点赞分享 谢谢 阿雷先生 再见